四季康城,隔壁這個酒店 還有那個好車會這一棟 前面廣告把他全部趴下來了 太恐怖了,剛剛剛剛 現在霧氣全部起來了,太恐怖了 就是這樣,撞下來,哇靠,太恐怖了 沒有,不知道,樓有倒不 整個酒店倒掉了,嚇死我了 你看,就我們旁邊這個加油站 整個酒店都倒掉了 有的有壓掉,車有的有壓掉 他媽的,這一整棟樓都倒掉,哇靠 你看,直接這樣塌掉了 看來那個拼拼碰碰的嚇死我 哇,整棟樓都倒掉了 他媽的死了很多人 哇,哇,太可怕了 哇,整棟樓都沒了 哇 剛剛都看到了,隔壁那條片 就是在泉州的一間酒店 就是用來做隔壁的 那間酒店呢 就在福建泉州那裡 當然,倒了很多人 香港人說福建人死了 其實就沒有關係 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 你病不死,倒了很多人 那間酒店 後來就被人揭發了 原來本來就是車庫 即是那些 那些 一個 倉 倉庫來的 本來 好了,怎樣簽建呢 就是自己在倉庫裡 加些公字鐵 做些間場 這樣就搭到一間酒店出來 最好笑就是 這些酒店可以拿到 這些這樣違規簽建 搭盤地搭出來 隨時倒的酒店 可以拿到國家的認證來做 做隔壁中心 那你可想而知 大陸那些東西 他哪裏有東西信得過 你剛剛看 看那個感染那個 那麼有趣 習近平 臨巡之前 那個感染人數激跌 激跌 在過去24小時 中國新增了19個病例 但是其中武漢有17個病例 我真的不相信 這條數我絕對不會相信 為什麼 因為共產黨信不相信 對不對 習近平3月16日上午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坐飛機 去到湖北省 這個武漢市 監察 湖北 以及武漢肺炎的情況 這樣 那其中呢 其中呢 現在那些網民 就在這裏說 就說 那些門口 那些公安都站在這裏 有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 那裏 可以看看那裏 可以看看那裏 那裏 就剛剛在那裏 那裏 在那裏 那裏 找出來 那裏 有防護衣 那裏 為什麽呢 就是擔心你 擔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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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 3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副總理 孫春蘭在武漢 監督疫情 發生的場景 那裏 那裏 他就說 我們現在 都會 即使旁邊 都會讓他們 有新鮮的蔬菜吃 然後有人 抬頭出來 說假的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最慘的 就不知為何 原汁原味 就播出 在央視那裏 那裏 這裏 可能就是這裏 就怕有人 抬頭出來 罵習近平老母 對吧 吃屎 還有很多人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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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跌到17個病例 一棟樓都不止 我懷疑 真是老實 說 哪有可能 你不願意讓他出家 惹到你 又未知 那裏 你真是 看他何時再爆 這些真的不是老消息 那裏 全部有數 算到給你聽 對不對 那裏 可以翻過來 外表 外表 那裏 那裏 電話24404048 有幻蛋嗎 是嗎 還沒有 不要緊 那裏 那裏 就是說 如果你再說 近一點 你說 這個 搶工人組別 這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要跟我爭 其實沒有什麼要爭 應該是你們要去說服我們 你們想辦法說服我們 要如何去改變這個立場 但是又改變不了 你功能組別是違反了民主的原則 如果你說要這樣跳進去 你會考慮比亞 無論是 我們的想法一定是 雙普選 你可以說到一件事情 我們五大訴求 其實那五大訴求 我都沒有怎麼理會 你說爭取雙普選 那雙普選一定是水小功能組別 你參加過那種組別 那其實 所以你們 打電話上去看看你們 什麼意見 對不對 有時候沒有辦法 那一票是你們 拿著手的 到時候都可以收盤推演 一定是我們這些被人吵架的 又是 剛才 對上一次拘選 拘選我都已經 我拘選我也是沒有人投票的 拘選我也是做淡友的 是不是 明晚 明晚做不做一周 因為我近來都自己事忙 都可以提一提我自己的行業 都可以反映現在 現在現時的社會狀況如何 明晚做不做一周 明晚我也是 暫時 我和台長那一周 我都會暫時停一停 那麼台長會再找些 再找些 人去 因為我們近來都多了些 新進的事情 都幫忙一下 大哥 又不是說不想做 只不過是 都幫忙一下 因為我自己 正正工作那方面 就比較 爹氣了少許 待會都會講講 加油 記得分享 分享 還有課金 大哥 我們這些 因為我自己 有正職的 也不要說粗口 想要一份好工加銀子 有網友說 黑警權力過大 但已經過了半年了 即是 是否圍報 是否做大圍報呢 我和大家說是 有些事情都 大家小心 如果在抗爭的路上 剛剛都知道 我們樓下這裡 有區議員都被人襲擊 是不是 我們六樓樓下 有區議員被人襲擊 因為我剛剛 剛剛開始前才知道 都是被藍絲打 整體這個運動的狀況 是完全不樂觀的 我覺得 所以明天晚上大家會見不到我 你說我自己的行業 我自己的行業 有什麼反映到 就是說 他那個 我們近來的運輸署 因為我自己本身做教車佬 都開始有時效 但是運輸署 譬如那些 軸牌那些 就是窗口還未有的 就是還未有開放 只不過是用一個 投機形式 那些接受報名 這樣 黃先生有電話到 接著 也說過 法國佬有沒有考慮 找回一個拍檔 其實找不找拍檔 也分別不會大 因為我想找回一些 嘉賓 是逐個嘉賓 說回相關題 我現在看看 如果我可以在這裡 招呼一些人上來 我反而想你們多些上來 P.M.我 或者自己 自願上來做嘉賓 因為 我有些題目 都想找人一起說 例如Vsat 我剛才到處找人 有沒有人跟我說Vsat 這件事呢 那 Partner 我就不想說 緊了一個Partner 現在就有黃先生電話 黃先生也是熟口熟練的 那先看看 小花溫柔的 我也想有小花 神經病 這麼容易有小花溫柔的嗎 喂 喂 黃先生你好 是 法國你好 你好 想說些甚麼 想說回選舉方面 其實已經早了很多 不過現在已經說到 要找到 慶慶慶慶慶慶 我的淡友 真是 沒有 你怎樣 你是淡友還是甚麼 怎樣為之淡友 即是覺得 招土派 覺得白票也別人頭 白票淡友 今次反而我會全力支持 你全力支持淡友還是怎樣 全力支持過選舉 他們去選 如果你說有法 那你會投票以後是泛民還是素人 還是怎樣 當然是本土派優先 本土派優先 沒得選擇 那就逼得選擇 先講講之前的資料 嗯 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你是否看到很多訪問呢 你會看到受訪問的人說 我們可以做的 只能投票 嗯 即是反修例這個運動 開始之前 是的 因為那時候是低潮 很低潮 他們現在就開始說了 你不試過又怎知道不行 他們就只會說這一句 嗯 那你是不是說不投票 又說不要參與選舉 反而我不是這樣看的 是的 我覺得 你要讓他們參與 要他們經歷一個必然的失敗 嘩 他們不經歷過失敗 他們就不會成長 你反而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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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不是的 你一定 就是 我 因為我也經歷過這些 是 我 我 我 登記做選民 我已經投票給民主黨 那些 但是 你現在爭論他不過 他經常都說沒試過 怎知道不行 那你就去試一下 那你就被他失敗 哎 喂 這些循環 我真的看過無數次 我看也看得到厭 你明白嗎 那 我不知為何 說他不到 靠他不贏 所以 他們只知道 可能他們是為了職業 所以我們看得很淡 所以就變成淡友 哈哈 是的 但是我們 即是不計算法文 我們要給一些選民去成長 為什麼人家只會自稱和理非 其實本質就是 國誤不夠 那 因為國誤不夠 才用和理非來包裝自己 對不對 那 你一定要讓市民去成長 一定要讓他們失敗 啊 尖的說民主黨未失敗 過 不夠也時空 哈哈 哈哈 你都明白 我們就是要給他經歷 即是我們的心情就是 又要吵你 又要含淚投票 即是你不要理 又要含淚投票 吵你 喂 我們已經走到焦土了 即不是 是的 但是萬一他們真的 短路進去 那就看看 會發展成怎樣 反正 反正都不會樂觀的 在裡面 和他鬥爭 和他政府 和他中共 真的 是的 你 就是 我自己說 其實已經在打仗 是啊 我知道 就是 其實 全面 喂 喂 我們全面 皇軍統治香港 基本上 如果你要用激進的方法來說 香港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 已經是沒有管治我們這群人的權力 已經是去到 但我不知道 你無限 無限 然後又要 然後 是不是 很慘 其實沒有什麼選擇 所以我 為什麼會這麼不喜歡上次 就是說 驅選 驅選大勝 我覺得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 會讓你們在建制裏面 還有一個希望 對不對 你可以說 我們這些 就是 我又不敢說 激進派 什麼大佬 我們這些招 招土派 KOL 我們這些 就是 黃先生 你的想法就是 我最重要是 他 就先讓這群人 躺下屁股 他不躺下屁股 他不躺下屁股 是啊 就是 泛民 我當他假裝 聽不明白 我當他真的為了 糧 而不聽你說 但是你們這些選民 你是會成長的 他們經歷過失敗 會成長的 我們 就是 有國務高的人 就是 本土 勇武派 以前不是也是 掌和平 但是試過 就是不行 不行才要 我最不希望 或者我最怕會他 就是 最怕會看到的就是 如果你深信這群本土派的區議員 都去支持 超級功能組別 那我就會更加很失望 嗯 就是我不希望有這些情況出現 就是 你當我在這件事的行動 就是我自己 我發覺的底線就是 你不要有些 就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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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 但是你如果真的 搶功能組別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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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有的 那另一個 之前的原因就是 有些人就說 你不 搶功功能組別 你不去 入這個制度 那你有什麼可以做呢 還沒有理由 就不夠 對方的武力 那其實我覺得 你的確是沒有事情 你可以找些事情去做 你就去看看會發展得如何 嗯 那其實有很多事情 都是未知之數的 嗯 就是 你 那就唯有 再繼續看下去 對嗎 對 其實就是要等 等一些人成長 還有看看 市場會發展 其實現在說的比較早 只不過 真的想 想接聽多些 你們對這次選舉 也就是 就是我又不想說 喂 我說說夠了 我怎麼會 喂 本土最前先 發覺佬 星期二發覺佬 那個人 還是怎樣 完全杯葛選舉 就是我不是 就是想你們 大家都會多些聲音上來 就是你說 喂 好像黃先生 你所說 不是啊 我反而支持的 不要管了 有票要繼續用 這樣 對不對 我 我也知道 我們白票 黨淡友 一定是永遠都是 少少少 少數派都不得了 對 就是 這麼早就 反方向和 主流民意 走 走 你是阻止去進步 我就是這樣 這樣想 那你 如果我 你 我 我 那我就繼續觀察一下 對 大家一起觀察一下 我先摸到這裡 多謝你 黃先生的電話 好 再見 軒仔 軒仔 第二個軒仔電話 對了 大哥 你早點打我 上個星期有幾個電話 不知為何 答證 答證 答證說拜拜 你才響 神經病 神經病 你快點打 你快點打 神經病 神經病 你好 軒仔你好 你好 軒仔 我想問一件事 其實可不可以說警察 這個時候 不要緊 你不就說 慢慢說 好 謝謝 我主要想說警察的事 最近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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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悼念 我不能說 因為我不是太知道 所有的內陸去脈 但是 我就是想說 那 軒仔說不定 你在電視直播看到 是嗎 是嗎 我要再看 因為那星期日 我忘記做什麼 我經常跟朋友說 我在電視直播看到 2014年那件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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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要是想說 那個 那個 警察的電話 那個報告 那 即是接聽那個 那個 是的 其實可以 老實說 這些我 吵架 你拿出來說 真的好 好 給我說 給我說 他說到 他是 接聽 那些緊急電話 然後去到場 那個 那個 那個成績 是97% 我忘記了 總之是97% 接近100% 但是 我聽回剛剛新聞說 就是 好像721 就當一單來計 嗯 那兩萬幾個電話 就被人頭望 一個電話 一個電話 一單東西來計 然後他就賴咬你 網民發動去癱瘓 是的 喂 那個PPRB 三個好死 像Mr.Din的 那個 那條 這樣說 大哥 你網上號召 我不管 你真假 你吹得這句出來 我不說你吹 你說得出來這句 你有這個 你就要有一個 證據去證明 有這件事發生 那 排除這件事 還有你的電話 還有你的電話 更容易遮掩你也很糟糕 就是很老實 當然不會相信你這件事 對不對 當然不會相信 大哥 喂 你說 譬如阿騫仔 我又快點勞騷 又說一些 早前周啟生 不是接受訪問的 周啟生 即是那個 作詞作曲那個 他都說 他說 喂 他說 你怎麼能接受到的 他天天有些警務人員 在你面前說 說 說謊 對不對 是 喂 你有腦子 他那個訪問 就吵咬 譚校長 那些老鬼 當然就 對不對 蛤 現在你警察 還有一群誠信 只不過 今次有個肺炎 喂 喂 那些視線 叫做 偏向了 肺炎 那裏 那裏 我上個星期五 我上個星期五 都封閉了 你現在是大圍報 你這個疫情 你這個疫情搞定了 我們就殺了 他們一併出來 喂 剛剛又推過女記者 你這些 喂 這個真的要什麼 大哥 這個是很明顯特地的 唉 慘的 喂 我還要身為元朗人 我還要跟你追溯 那件事 喂 你不是網上號召也好 這些人在直播 或者直接在現場 打極多 難道就繼續打 你以為那幫警察 如果一早到了 你會不會繼續打下去 不會 不會啊 是不是 大哥 喂 你知道有件事 會遮摩線的 你也要知道緊張 是不是 多餘 是咯 真是 喂 你還要把責任 推回到打電話 那些人 是不是 你再做 我 有時候就是 喂 是啊 周吉的兒子 周啟新 大哥 他都說 即是他都會罵 譚詠麟 罵得很 爭 但他都找幾十億 十幾億 身家在香港找出來 爭 以前都說 有些華東水災 讓你們扮一下 爭 現在你扮都不能扮 爭 你還要去 還要去跟警務署長 攬頭攬頸 爭 爭 沒有肺炎 正在中 這些傻子 希望 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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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看一看 你共產黨的力量都很久 我覺得你 很適合軒仔 長期跟香港黑警過不去的 你沒辦法,你只是等他 看看什麼時候轉型正義 就要清算你們 只不過爭取那個轉型正義 你們想從哪個位置出來 究竟你今晚十點前 林鄭月娥說要出來跟我交代 不然我們不能散 你是用這個方法 還是你們去搶工人組別 或者先去建制 這些是你們香港人自己選 對不對 你們自己想 所以就不要說他凸凸 剛剛也有說 我也想找人上來說說Vsat 我發覺香港那些前線 不想知道Vsat是在說什麼 我要看,我聽過這部電影 但現在要我來看 其實V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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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他們那場仗還沒有打 你要細心留意一下 搞得我 我現在歸心此戰 想要細心留意一下 但就要吹開 Vsat 最後是說大家脫掉面具 而長仗還沒有打 大家看看 然後倒不想知道 一旦變成了 就在香港那裡 全身帶著面具去搞事 就當是Vsat Vsat的面具 不要像亂戴 你們先看那部電影 大佬 不用說遠 你聽電話打上來 浩文罵了功能組別二十年 那麼多聽眾 要給予機會泛民 就知道香港有多嚴重 有的 就是我那些 剛剛有說 就讀他 詹文就說 他說不用說遠 你聽電話上來 賣電視聽眾 就知道 因為浩文也有封煙 那些 浩文也罵了 功能組別二十年 即是我也聽浩文的 對我大哥 都罵了功能組別這麼多年 但是最慘的是 你現在去搶功能組別 這件事就 唉 慢慢問你們 那麼 歇仔 多謝電話 好 謝謝 拜拜 看看Vsat 前線 要看看Vsat 對面有些事情要讀一讀 都是台務要求 各位看完我的節目之後 記得按在影片下面 讚好 以及分享 也請大家按這個訂閱 長期訂閱我們 之後旁邊有個小鐘 要選擇全部 這樣 我的 咦 下面那句應該不是給我讀的吧 這樣我有新節目 哦 這樣 對了 那你們按那個小鐘 就會有通知給你們 就是說 到時我們賣影片 所有的節目 都會有一個 就是短訊給你們 收回通知 給你們 就知道有你們的節目 因為你們都知道 最近 YouTube那些 我又免得說壞話 有些很麻煩的運作 大家要合作一下 大家 課金也少了 大哥你按個按鈕 好不好 按個按鈕 還有大家記得洗手 戴口罩 那就 密切留意一下 我猜他最後在中國 會 中共匪國會再爆發 我猜那些東西 我猜那些壞事很準 老闆 拜拜